第一個就是上個禮拜的重點回覆一下 上個禮拜的部分 當然我們記得存檔類型 一定要是啟用聚齊的活躍部 然後它的副檔名的話 一定是XLSM 這個可能要記得 如果你存做檔 那資料當然就全部消失了 第二個的話就是要使用函數 函數部分當然我們主要前面做了蠻多練習的 包含系索的部分 因為從B欄裡面 如果要取得資料 像這個欄位裡面 有四個訊息 其實是可以把它分開的 未來當然你在處理資料的時候 一定會遇到類似的問題 如果你假設你不會用函數 或者用VBA完成的話 當然很浪費時間 因為這個資料量如果很龐大 這個還好 這個大概五十幾筆 可是未來可能有五百五千 這五萬筆以上 是更多的資料 所謂的大數據 那當然你就永遠可能會有做不完的感覺 那假設我希望把像這個四個訊息 因為之前我們做過幾個 包含就是清除 清除清掉全部 細鎖 然後細鎖 公式是長這樣 一個fine加一個light 然後年期的話 就是一個min加一個fine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學碩式這個 學碩式這個 這個也是用mit加fine 那另外假以班這個我沒做 假以班的部分的話 實際上就是上個禮拜我們要做的 那當然上個禮拜 如果我要的是假或以班的話 那實際上 它的邏輯大概有幾個 你可能要分析一下 包括就是說 它一定是在最右邊 可是呢 最右邊不見得有假或者是乙的話 因為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裡面大概最右邊可能就是假 那底下看好像有乙 還有柄耶 所以如果假設還有柄的話 柄也要把它抓 所以總共會有三種情況 需要把它抓出來的話 那這個公式 我們上個禮拜是用的 不過上禮拜好像沒有 沒有把那個柄班找出來 所以如果假設 我們希望能夠把這個 假班或乙班或柄班的訊息 把它獨立抓出來 放在這個儲存格 這個應該是假以柄班吧 多一個柄 可能會比較完整 但未來可能還有 等等 所以現在看起來 上禮拜好像落掉柄班 它可能有柄班 所以當然如果你要思考 這樣一個公式 如果你假設不會 那你就是很麻煩 因為它幾種情況 一個是有那就抓 沒有就不抓 那可是問題我要怎麼知道說 它最右邊這個字 到底是不是假或乙或柄的話 上個星期的話 其實主要就是把這個公式給做出來 所以這個公式的話 我把它分幾個階段 第一個先取最右邊那個字 比如說你可以先用 插完數的文字裡面有個 write 所以右邊的一個字 所以我們先用write 你可以找到write write的話 右邊一個字 按確定之後 從它的資料裡面 取幾個 取一個字 你把它向下填滿的時候 會遇到一個問題 有些是假 有些是 乙 有些是丙 是要的 但是如果它是一個 數字 它是一個什麼 二年級 一年級 或三年級 等等 這個是不要的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希望 再去做第二階段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剪下來之後的話 要思考一下 因為這需要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第二階段 就是在地用邏輯 這邊有個邏輯 邏輯的一幅 那這個邏輯 要怎麼下比較OK 因為它可能要的 留下來 那你思考的空調也可以 不要的去掉也可以 不要的去掉的話 就是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可是四個好像比較麻煩 所以比較簡單 應該假一比三個 所以我可以把剛剛的公式 貼到這邊 然後它取得的資料 你前面可以加一個 如果它等於什麼 等於假斑的話 那我就要把它留下來 反之就不要 所以第一個 這個地方你可以加一個假斑 如果它的最右邊那個字 是假斑的話 那你就幫我做什麼事呢 就是做剛剛這件事 我們剛剛這個公式有沒有 把它再貼 反之就是不要 OK 有沒有 所以喔 這邊的話就是 如果它不是假斑 如果 跟這樣 如果它是假斑 就把假斑留下來 那反之的話就清掉 所以你如果把公式改成像這樣 最後改成 外面包一個椅子 做邏輯判斷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當然你把它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假斑就全部留下來 但是你可能會說 是那椅斑跟餅斑怎麼辦 對 如果將來呢 假如說你要判斷的不是只有假斑 還有椅斑 還有餅斑的話 那很簡單 我的習慣是貨 前面加一個藕耳就可以了 藕耳 自己擋好了 藕耳錢瓜糊 那如果你要第二個條件的話呢